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未能认识到 内心深处其实藏有许多限制性的信念 这些信念像是隐形的枷锁 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思维 也影响了我们的感受和行动 你可能经常感觉到一种匮乏感 或对自我价值感到困惑和迷茫 这些负面情绪和思维 实际上正是吸引力法则效果不佳的根本原因 显化的力量在于它能帮助我们转变这些深层的限制性信念 它不仅仅是改变思维 更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能量转换 透过显化 我们可以开始释放那些束缚我们的思想 我们开始学会如何让内心的创造力是放出来 并将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显化的过程 就像是一场心灵的大扫除 我们清理掉那些不再服务于我们的就信念和模式 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 它需要时间和耐心 但当你开始实践显化的技巧时 你会渐渐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变化 你的思维会变得更加积极和宽广 你的感受和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开始吸引更多积极的事物和精力进入你的生活 显化的关键在于认识到 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的创造者 我们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内在力量 能够塑造我们的现实 许多人可能会质疑 显化真的有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 但它不是一种魔法 它是一种觉察 一种深入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 当我们开始觉察并改变那些限制我们的内在模式时 我们的外在世界也会随之改变 显化的美妙之处在于 它不仅让你获得你想要的事物 更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将进一步深入探讨显化的具体步骤和技巧 我们将一起了解如何有效的运用显化 将你的梦想变为现实 这将是一段深刻而有趣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探索自我和实现梦想的旅程吧 现在 让我们深入探讨显化的核心要素 转变思维模式 你可能曾经感到 无论你多么努力 总是无法达到你想要的生活 这并非因为你不够努力 而是因为你的内在思维模式需要转变 每当我们的思维固守迂过去的失败或负面经验 我们就无法向前迈进 显化的第一步 就是要识别并改变这些限制性的思维模式 一旦我们开始改变这些思维 我们的能量也会跟住改变 能量的转变是显化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当我们的思维和能量频率提升 我们自然会吸引更多积极和正面的事物 这并非空洞的理问 而是许多人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真实体验 接下来 我们要谈论的是内心的创造力 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创造潜能 但这些潜能往往被我们忽视或压抑 透过显化 我们可以解锁这些内在潜能 让我们的创造力流动起来 创造力不仅仅是艺术或音乐方面的才能 它也体现在我们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解决问题 以及如何实现我们的梦想 你可能会问具体该如何实践显化呢 这里我将分享一些实用的显化技巧 首先 设定清晰的意图非常重要 你需要明确知道你想要什么 这是显化的起点 接着 使用视觉化技巧来加强你的意图 想象你已经达成了你的目标 感受那种成功和满足的情绪 同时 你也需要采取行动 显化并不是仅靠想象就能实现的 它需要你的积极参与 当你的思维和行动与你的愿望相一致时 显化的过程就会开始加速 另外 感恩的心态也是显化的关键 对现有的一切表示感激 这会创造出更多积极和丰盛的能量 在实践显化的过程中 遇到挑战和困难是在所难免的 重要的是要保持坚持和耐心 每个人的显化之旅都是独特的 不要与他人比较 专注于你自己的路程 记住 显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它需要时间和练习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显化不仅仅是关于物质上的获得 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在转变 一种通往自我发现和成长的旅程 当你开始实践显化 你不仅会看到你的梦想逐渐成为现实 你也会发现你自己正在变得更强大 更明智 更幸福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专注和意识的力量经常被低估 很多人认为 成功和成就仅仅来自于努力和机遇 但实际上 透过改变我们的注意力和意识 我们能够创造出不可思议的转变 今天 我将与你分享一些简单却强大的技巧 这些技巧能帮助你启动诸一粒炼金术 从而显化你梦寐以求的生活 首先 我们要谈论的是与自己签订显化的秘密合约 这可能听起来有些神秘 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步骤 透过于自己定立一个清晰的承诺 你将能更加专注于你的目标和梦想 这份合约是一种内在的约定 它提醒你每天都朝着你的目标迈进 即使只是一小步 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的是 如何从现在开始 就从你所能做到的最小步骤助手 很多人在追求梦想时 经常等待完美的时机或条件 但事实上 等待往往会让机会溜走 最有效的方法是立即行动 无论这个行动有多小 每个小步骤都会为你带来更接近目标的机会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进行实体或数位断舍离 这可能听起来与显化没有直接关联 但实际上它对能量流动非常重要 当你清理掉不再需要的物品或数位资讯 你同时也在为新机会腾出空间 这不仅仅是关于物理空间 更是关于心灵空间的释放和清理 最后我们需要花时间追踪一整天的意识 挖掘出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思维模式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自我反省 但它非常有下质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潜意识信念和模式 这些都是影响你生活和显化过程的关键因素 这些技巧看似简单 但它们拥有强大的力量 当你开始实践这些方法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 你的思维将变得更加清晰 你的目标将变得更加明确 你会开始注意到 随着你的专注力和意识的转变 机会和成功也开始向你靠近 在这个过程中 重要的是要保持耐心和坚持 显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 它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 但当你开始看到成果时 你会意识到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此外 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你已经拥有的一切表示感激 这会为你吸引更多的正面能量和机会 在显化的过程中 你会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一刻 无论是好是坏 有一种创造的力量 可供你使用 你已经在使用它了 无法关闭它 也无法停止它 它是创造所有生命的能量 是自存在之初就已形成的万事万物 也是一切可能成真的事物 如果存在开始之前有任何事物 它就会是其中一分子 它可能一直都是如此 它是无形的物质 是模具 是创造 是造物进化的每一步 是单细胞生物 是肠道内的细菌 是空荡荡的停车场中的一小块透明玻璃碎片 是从花瓣上落下的一粒花粉 它在空气中不为人知地盘旋着 这股力量与环绕住土星的土星环是相同的 一种千变万化 而且已经分化成六万多种树木的力量 它曾经构思过的每个想法 那些实现了的想法 还有从来没实现过的 光 振动和声音的粒子能以各种形式出现 它不断地创造 这就是它的作用 等你了解这一点再来创造时 成效可不仅局限于物质层面 你所不知的内在才能和优势显露出来 一旦你对自己 对自己的价值 以及成为更真实的自己的能力 产生了深切的信念 就是对更高层次的力量产生信念 你会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曾真正的孤独过 谈到显化能力 很多人认为它是遥不可及的 然而 真相是 每个人都能学会并运用显化 将梦想变为现实 关键在于从小处开始 逐步培养这项能力 首先 重要的是要将显化的原则融入日常生活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大目标或长远计划 更是关于日常小事的改变 从今天起 开始关注你的思维模式 意识到你如何看待周围的事物 一旦你开始在小事上实现显化 你就可以选择生活中的某个领域来进行更深入的操作 比如 如果你成功显化了一个愉快的日常 你可以借着专注于改善工作环境或人际关系 这种逐步扩展的方法 有助于你逐渐提升显化能力 而不会感到压力过大 接下来 谈谈安排时间来专门进行这些显化练习的重要性 这不是偶尔的行为 而是需要持续努力和专注的过程 每天花些时间静坐 思考你的目标 并想象他们已经实现的情景 这种日常的练习将会加强你的意念 使显化过程更加流长 此外 找一个也愿意创造自我改变的显化伙伴 这是一个极佳的主意 伙伴不仅提供支持和鼓励 还可以作为负责督促你完成特定任务的人 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会大大提高你实现目标的机会 定期与你的显化伙伴联系 告知对方你的进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这种定期的交流不仅能帮助你保持动力 还能提供宝贵的反馈和建议 当你分享你的成功时 伙伴的庆祝和支持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正能量 另一个有趣的做法是组织一个读书会 大家一起学习显化法则和实作练习 这不仅增加了学习的乐趣 还能从他人的经验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读书会可以是面对面的聚会 也可以是在线交流 重要的是保持积极和互动 我最喜欢团队合作的一点是 在遭遇困难时 你不是孤单一人 你的伙伴和团队成员会在你失望 或遇到挑战时支持你 同样的 当你取得成功时 他们的庆祝和喜悦 会让这个过程更加美好 庆祝成功的感觉真的很棒 当你与他人分享你的成就时 这种喜悦和满足感会倍增 这不仅仅是关于达成目标 更是关于旅程中的连结和共享经历 现在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 如何将这些原则融入生活 从今天起 开始留意你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无论是一次愉快的对话 还是顺利完成的小任务 都是显化的开始 当你开始意识到这些小事的重要性时 你会发现你的显化能力逐渐增强 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不要急于求成 记住 每一个小胜利都是朝着更大目标迈进的一步 接下来将这种思维应用到生活中的更大领域 当你在小事上获得成功后 选择一个具体回的生活领域来进行深入的显化练习 这可以是你的职业生涯 个人关系或者健康和健身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忘了定期与你的显化伙伴进行交流和解释 分享你的进展和挑战 并从伙伴那里获得支持和鼓励 这种互相支持的关系 对于保持动力和专注至关重要 最后不要忘记庆祝你的每个小成就 无论多小的进步都值得被认可和庆祝 这些庆祝不仅为你带来快乐 也是对你努力的肯定 记住 显化是一个饥个人又共享的旅程 通过这些方法 你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显化能力 还能与他人一起享受这个过程 让我们一起在这条显化之路上 彼此支持 共同成长 如此 你就能够逐步将显化的原则 融入你的生活中 并从小处开始训练你的显化能力 记住 每一步 无论大小 都是通往梦想的重要一步 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个旅程 探索显化的无限可能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僧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